同学 大家好 继续我们的团团传 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要不写代码 我们主要讲一些概念 是 OOS 2.0的一个介绍 前面我们讲了微博的一个SSO授权登录 大家要多去用一下 了解一下这个技术 然后 OOS 2.0 它其实是一种授权的方式 怎么说呢 就是说我们这是用户 然后用户的资源呢 是在第三方 第三方存储 比如说微博 微博 用户的资料都在第三方的一个微博上存储 然后我是一个服务提供者 又是一个服务提供者 我开发了一个APP 用户登录我的APP 它进行一些 比如我是一个图片打印的一个APP 用户登录我的图片APP之后 它想把微博的上面的一些图片打印出来 它就需要如果没有这种授权 它就需要把登录微博把图片下的下来 然后再传到我的APP上 然后进行一个打印 有了这种授权方式之后 有这种授权 有了这种授权之后 用户就不用再去微博上下载了 它只需要登录我的一个APP 然后弹出微博的一个授权页面 允许允许我这个APP 从用户的微博上获取图片 直接进行一个操作 这种授权 这相当于微博提供了一个open API 第三方的一个接口 把用户的资源经过用户允许之后 允许第三方的一个APP来使用 来访问微博上的一个资源 其实就是一种授权 这种授权方式 为了方便把这种第三方的APP 我用一个专门的一个APP提供者 为用户提供一个方便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理解 其实简单的就是用户登录 我们的一个APP 然后经过微博或者第三方的一个APP的一个授权 使用在我们的一个授权之后 在我们的或者APP里使用微博里面的资源 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它Vivoos第三方的一个开放的一个授权方式 它经历了一个1.0 1.0a 其实就是一个更安全 1.0a比1.0更安全 这里有一个1.0的一个介绍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这个把它关掉 这里边是快盘的一个 它是提供了一个授权方式 它支持的是1.0a 这个1.0a的或者1.0的授权 它经过三步走 第一步就是获取未授权的一个临时token 用这个临时token之后 用户登录并授权你的应用 就是弹出第三方的一个授权的一个网页 输入你的用户密码授权 授权成功之后 就获取一个访问的token 有了这个访问的token之后 我们就可以调用这里边 就是我们在快盘里边的一个资源文件了 这就是比一会我们看一下OAS2.0 比OAS2.0比较复杂 就是它经过三步 请求token 这是一个htps的一个接口 返回了你的这些参数 看一下 有这些参数 还有些签名 签名算法 也是非常的一个复杂 然后有了这个之后 在调用有第二个接口 就是OAS2.3 它是一个web页面 要求用户进行一个登录和授权 它有一个回调 同样它返回了一个这两个参数 用这两个参数 再调用这个access token 传进去 获取一个访问的token 看这是接口得返回的一个内容 同样有签名 这些签名的一些信息 有了这个ofsense token 我们再调用接口就可以了 比如我们调用一个创建文件夹 创建文件夹的一个接口 转的一个参数 就是我们这里边有一个 这里边有一个签名 还有一个token 还有这些信息 这是一个借口的一个调用 具体的一个签名算法 它其实是我们传的这些参数 它有一个复杂的一个签名的一个过程 就是把我们传的这个参数 按一些排序 根据这些进行一个编码 变码转换之后 得出一串签名的一个签名值 这样就是防止我们这个 URLB别人篡改 就是唯一的一个 字符tual的一个 唯一的一个字符tual 比如说 比如说 你在这里看一下 比如说这是一个 这是我传的一些参数 看一下签名算法 然后这里边还有一些值 然后这是签名的一个值 这个值是什么值 就是把我这里边 比如我这个URL里边 URL里边的一个参数 进行一个排序 排序之后 进行一个哈希算法 得出一个唯一的值 这就相当于签名了 唯一的值 其实就这里边的签名 签名的值 这个值拿到服务端之后 服务端 把这些URL里边的参数 参数获取到之后 同样排序 也同样进行一个韩系算法 得到一个唯一值 服务端得到这个唯一值 跟口端传的这个唯一值 进行一个比较 看是不是有变化 如果有变化 说明这里边的参数进行了 进行了篡改了 所以就认为是非法的 如果一致 就说明这个调用是合法了 这就是防止别人修改 我们URL里边这个参数 做的一个签名 所以OAUS1.0 或者1.0a 都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授权过程 还有签名算法 每调用一个接口 它都会算这种 OAUS参数 这是这些复杂的一个 签名算法 非常的复杂 而且它的一个传输的过程中 这些接口 都是HTP传输的 说明授权完之后 它的内容都是明文传递的 这也是不安全的 这是OAUS1.0的一个介绍 我们再看一下OAUS2.0 OAUS2.0 它的一个授权 就只需要两步了 第一步就是调用这个接口 再看一下 用这个接口 用这个接口 请求用户授权 就弹出这个页面了 弹出那个授权页面 一个web的一个网址 它返回哪些值呢 就是一个code和state 有了这个code和state 我们再去 获取这个访问的一个token 同样访问的token 它返回的数据就是ss token 只需要两步就可以了 在授权的过程中 它那个是https 调用接口的时候 调用里边或者是用户的一些 像这些接口 用户的这些接口 都是一个atttps的 你看都是attps 说明oos2.0 我们把它删掉 oos1.0或者1.0a 它是一个attps的一个授权 就是一个加密的一个授权 更安全 但是接口调用 是http 明文传递的 明文传递数据的 oos2.0 而且它的授权呢 是一个三步的一个授权 而且接口调用 是需要签名的 这是oos1.0 oos1.0 s加密的一个传输 这样更安全 这样更安全 然后 exos是什么呢 是介于1.0跟2.0之间的一个授权方式 它呢 像这种两种授权 都需要弹出第三方的一个网页 授权的一个网页 而这个呢 就是需要用 也是一个 的授权 它只需要将用户名密码 不需要 vip的授权网页 只需要用户名密码 把用户名密码传过去 将密码传输 就完成一个授权 而且它的一个参数呢 接口的参数 都是需要签名的 这是授权 然后接口调用呢 授权完之后 借口调用 就是为了解决 exos就是为了解决 它这个授权的这个复杂程度 所以出来了exos 只需要一部 用户密码 就获取到这个access token 而且授权完之后 调用其他接口的时候呢 也是hdp 英文出 英文的 这就是一个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三个授权方式的一个区别 根据自己的需要 使用相关的一个授权方式 如果不需要弹出别人的一个授权网页 就需要别人 第三方实现这个exos协议 大家可以再理解一下 1.0 adps授权 名文传递 而且参数需要签名 按顺序签名 签名的算法都是固定的 exos就是一部授权 一部授权 接口签名 其他接口都要用的时候 授权完之后 要用用物的其他接口的时候 就是也是hdp 名文的 sos2.0 就是 都是htps的 两部授权 增加了一个安全 好 我们介绍了这个 授权的方式 我们前面讲了一个ss 我们后面就讲一下 按这种oos2.0的一个web 授权方式 就是调用接口的方式 来实现一个授权 就是我们下一节课要讲的 好的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